三一關工程師 150萬 我選擇羅茲啦 一份很爽的工作 福利也很好 團隊的氛圍也很好 通勤騎車只要10分鐘 坐山秀逸的工作 但我為什麼還是選擇了羅茲呢 工作讓我變成一個精神群人 工作的晚上啊 我都會報復性的 熬夜到兩三點 放假啊 只想要宅在家裡啊 睡到自然醒 放起床隨便吃 然後到外面去喊喝一杯 大腦完全用不到啊 我也會一直滑手機 一直喊著要健身 要學新的東西 被一直沒有心動 福利也要果斷的羅茲 結束了這種溫水煮青蛙的生活 反正停下來 才能有更好心的出發 網友 賴瑤 經營TikTok賬號 是一名年薪百萬的工程師 但意識到因工作而失去生活的他 毅然決然決定羅茲 他將心境與心得向網友分享 引起大批網友回想 大力觀工程師 150萬 我選擇羅茲啦 沒有和任何人商量 也沒有和我的父母講 直接去提的離譜 是一份很爽的工作 福利也很好 團隊的氛圍也很好 整勾心豆角也算蠻多的 通勤騎車只要10分鐘 坐山秀藝的工作 但我為什麼還是選擇了羅茲呢 工作讓我變成一個健身群人 工作的晚上啊 我都會報復性的熬夜到兩三點 放假啊 只想要宅在家裡啊 睡到自然醒 要起床隨便吃 到外面去喊喝一杯 大腦完全用不到啊 我也會一直滑手機 現在連兩分鐘的影片啊 都看不完 所以一直喊著要健身 要學新的東西 被一直沒有心動 所以啊 果斷的羅茲 結束了這種 溫水煮青蛙的生活 反正停下來 還能有更好心的出發 現在的我啊 上著銀行卡 裡面還有一點錢 準備去外面 闖闖自己新的人水 我不建議大家羅茲 如果你竟然選擇羅茲 就不要後悔 改變了我自己的生活 別人的生活啊 都是自己的限量版 真的 一定要讓自己的生活 變得有盈目 期待我們的未來 都是公平的